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 我们的成长打卡时间 棉花糖实验 是上师之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斯坦福大学的米切尔教授做的 一系列心理学经典实验 用一颗棉花糖来观察孩子的自控力 并在实验后进行了二十年的长期观察 研究发现能够抵抗诱惑 没有吃掉棉花糖的孩子 长大之后普遍在学习成绩 人生成就 身体健康等方面发展得更好 良好的自控和自立能力 让这些孩子更加优秀 而我们今天将进行一个 集体抵抗诱惑的改良版棉花糖实验 来观察孩子们在公共秩序 和集体中抵抗诱惑的能力 一方面让他们能够互相监督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也会非常集体感 因为你会因为其他人的这样一个错误 遭到惩罚 那他们就能意识到这是一个景体 这里有一块美味的蛋糕 但是呢老师有事情 需要出去十五分钟 如果你们保护好这块蛋糕 我可以再另外奖励一块蛋糕给你们 但是如果在这十五分钟内 有小朋友吃了这块蛋糕 碰了这块蛋糕 那很抱歉 我觉得把它带走了 你看谁会吃啊 谁会最先吃啊 好想吃 超想吃 好想吃 超想吃 好想吃 你得吃了 真的 好想吃 别吃别吃 你来吃吧 好想吃 别吃别吃 好想吃 哎呦 强忍着啊 我天呐 关键旁边孩子在诱惑他 好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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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小心了 你不小心 按到一点没关系了 老师不会看出来的 怕是我还会干第二次 啊 果然是维尼 啊 已经有人吃了 维尼吃了是吧 吃了 我已经吃到了 吃了 吃了 我都肚子餓了 不能碰蛋糕 思琪还真不处 老师怎么又不过了 我还想睡觉啊 他坐不住了 坐不住了 你看啊 快追我看回书 你看 分散注意力 他们太厉害了 对 他们开始想招了 嗯 这个是要拿的 需要他的 哎呀 这么大一个洞开 老师肯定会 说的 赶紧放上去 多怪你们 如果你们保护好 这块蛋糕 我可以再另外奖励 一块蛋糕给你们 隔头 我可以再去吃了 好困难 好困难 我还想说 老师 老师 这当船抓住了 老师的蛋糕毁了 你怎么手上有蛋糕呀 又发挥了 老师的蛋糕毁了 这谁碰了蛋糕 那他在吃了 老师的蛋糕 好困难 老师的蛋糕毁了 老师的蛋糕医了 所以现在需要离开这个房间 前面都没去吃 就是因为别人的错误 他被惩罚了 但是没办法 我们的规则就是这么自定的 回去吧 下次还有机会的 因为维尼相对而言 对于这个规则的意识 包括自我控制的努力 都相对弱一些 所以他果然是第一个就吃的 张张是肯定受了威力的影响 没有守住最后的关口 但今天我觉得他的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了 小薯条和冉冉做的其实蛮好的 但是他们带动的力量还是不够 当然孩子未来的发展 不是通过这一次实业来界定 我们设计棉花糖实业的目的是 发现孩子的不足 帮助家长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实业 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的爸爸妈妈 三岁开始我们的孩子慢慢就可以去培养 这种抗诱惑的能力 能够研制满足 未来对孩子的规则意识 责任意识也会发展得更好 人是一个社会的人 是不可以随心所悦的 规则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要求 是一种约束 一种自律 规则就像一个橡皮尖 银和果的连接 在领域空间内建立起一个规则的方圆 我们营地就是一个集体 必须有他要遵守的规则 给你们洗漱换衣服 站好自己的位置 各自都坐在桌子上 这什么要你自己拿 一共有90分钟 如果要是做错了呢 就会剪掉小红花 我要去那边 你没有在你的菜地 你会失去小红花的 我要 那住太久了不好 他要在这住多久 不用松弛拍摄的权力 这不仅是对孩子的考验 也是对家长的考验 你们觉得应不应该 拽下自己的小红花 他还不懂 失去小红花会怎么样 这所规则 是孩子成长 必须要付出的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同学们 起床了吧 这要是在我们小时候 就是一顿暴揍啊 不行了这个 你这脸的妈妈吗 对 你可以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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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蕾呢 你表现很好啊 我必怎么知道 来来你看 你看零二十都记得 你专门问一下 你在不在 你看表现多好 看看我们这三岁的 张张 多听话 居然能够坚持 一夜没见到家长 可爱吧 小胖子 谢谢 来我们都坐下 我们都坐下 好不好 我跟你们讲啊 昨天睡觉前 跟你们讲了 今天有个什么重要的事 开营仪式 我呢 给你们三十分钟 独自洗漱换衣服 我在操场上等你们 三十分钟之内 把衣服穿好 刷牙洗脸完毕 然后到操场上 我们给大家的 衣服上每个人 有五朵小红花 如果啊 半个小时 没有到操场见到我 你们就会失去 一朵小红花 谁表现不好 就扣一朵 谁表现不好 就扣一朵 你表现好 这争取不扣啊 因为奖励 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在这个时候 我就应该这样做 因为惩罚 我就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奖励和惩罚 是我们教育孩子的 重要的手段 尤其是摘除 对啊 孩子们已经获得的东西 这是属于他的 他要守护他的荣誉 比摘除的这种感觉 其实是 他的感受要比奖励 获得要更强烈 这种叫满分倒扣的 这种奖励方式呢 我觉得他巧妙地 让孩子们先站在 一个起跑线上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孩子更容易建立起 一种荣誉感 他的奖誉只是为了 让孩子感受到 我的行为造成了 我应该承受的一些结果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我觉得他还不懂 吃去小红花会怎么样 然后他还不知道 这个的奖誉制度 然后他毕竟还小 这样就不会穿 对他来说难了点 太难了 一 二 三 开始 你的书包和床存在哪 你就要找到它 好不好 好 好 找到 我在操场等你们 三十分钟必须要到达 男孩他没有反应到 他要换衣服 对 他还不知道 干脱衣服 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状态 是等着别人给他们传的 对 我是觉得他的指令 还没有很清晰地传达到他 他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在 玩摄像头那是谁 那是安安 是吧 张张一脸懵 不知道要干嘛 这威尼是一刻都没停 他绝对有一万步了每天 不止了应该 不止不止不止 谁能自己穿衣服的请举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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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穿 穿 换衣服 穿 其实在这个两岁之后 孩子就应该有些事情 是自己做的了 那么慢慢开始 就可以自己穿衣服了 这个是我们孩子 走向独立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 如果我们的孩子 连衣服都不能自己穿 那何谈独立呢 女生就比较厉害 大高娇 来来来来 快快 来来来来 对我外侣脱了 举手 举手 好嘞 爷爷 爷爷 这个 好 我是爷爷是吧 哥 我给一下雪花糕 好久没听到这个词 好经典 这个花糕绝对是那个年代的 走 走吧 他多了 他多了 他多给我 好 爷多了 怎么办 我摸雪花糕摸太多了 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摸脸上 是摸你脸上还是摸我脸上 摸你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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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摸 咱们穿上衣 上衣 快点 钻着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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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小孩是玩不成的 他三岁还没有脸上 唯一你就摸给你脸上衣 但是累得我够强 你个大光头 我跟地中海 我跟地中海是吗 我的天 你头发去哪儿了 头发剃了 大光头 我演戏 我演戏剃头 大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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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出汗了 我怎么出汗了 我让你们累的 我都出汗了 蹬 时间蹬 王立财 喂 蹬 带时间 时间蹬啊 哎呀 我的天哪 谁也给买的这鞋呀 妈妈 多难穿 哎呀 好 刚才穿这双鞋 可费了我劲了 哎呦 我累得我够强 毕竟我也六十多岁的人了 比我拍十天戏都累 非常累 哎呦 他们都穿完了 累死我了 我们的规则规定是让孩子们自己完成穿衣服 但是你看 李老师首先就破坏了这个规则 跑到房间里给孩子穿上了衣服 规则制定着自己又去破坏这个规则 所以可能就会给孩子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规则可能并不能得到严格的执行 我们在讲明规则的时候 他还是会这么去做 说明这个事情 一方面他的这个意识还不是足够强烈 另一方面 当然参与跟能力也有关系 男孩女孩也有差别 但是我们因为这次是混零的班级嘛 所以这准备上 其实也不能只去迎合某一个孩子的 好 同学们来 集合了 恭喜同学们 你们就正式入营了好不好 好 那我们去把这个旗子插到那竿上吧 好不好 我来插 我来插 妈 好 这样 决定了 我自己插 插个旗子也想 插好之后啊 小孩不都这样吗 我们一起插 来 手放上来 手放上来都一起 手放上来 一 二 三 好 很棒 恭喜同学们 你们都成为要成长营的一员 好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活动的操 谁要是没有做好 谁要是没有做好 我就会拿掉一朵红花 做操的时候有两个规则 第一 跟着老师认真学做操 第二 站好自己的位置 不要打断别人 自己做就好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吗 好了吗 妈 妈 现在我们做操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做操 好不好 你同学先站好 对 来 你站这儿 来 你站这儿 来 你站这儿 你站这儿 好 你听我说 所有同学都要做操 你做完操 我们再说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我相信你可以做好 蓝燃 他其实昨天进来的时候 就一直就是有我们的教官王涛抱着 其实他一直不是特别的聋络 我请你加入我们成长营 接下来呢 叫请大妈 蓝燃到营地后 经常会说我想妈妈 经常要求老师抱抱 要老师照顾自己 一方面他存在一定的分离焦虑 不过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可能体现了父母经常犯的错 我们继续观察一下 看看这个判断对不对 对孩子影响大不大 同学们跟着我们做操 来来 喂你 准备了 注意力 集中 来 这是高速的时代 每天都关心关带 我也不是你演装传统的小孩 音乐运动我都玩得来 成绩方面我还能百分百 超级无敌牛牛牛 我就不这么牛 超级无敌牛牛 林老师好可爱啊 超级无敌牛牛牛 谁看的谁上头 超级无敌牛牛牛 大步向前走 不要小看我 我们就是这么牛 超级无敌牛牛牛 我就是这么牛 超级无敌牛牛 雷雷跟上我 跟上我 跟上 超级无敌牛牛牛 我就是这么牛 超级无敌牛牛牛 又是这样 对 转圈 超级无敌牛牛牛牛 大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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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男朋友 这个世界的朋友 小级无敌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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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走了 这是为什么要留下两个孩子在这 我们今天在来之前说了一件事情 每个人手臂上带了五朵小红花 准时到达以后就可以怎么样 留下这个小红花 迟到的就要失去一朵小红花 做操没有做好的也要失去一朵小红花 第一 跟着老师认真学做操 第二 站好自己的位置 不要打断别人 自己做就好了 听懂了吗 你们两个觉得自己应不应该 摘下自己的一朵小红花 他现在的遵守规则这个点 我感觉特别薄弱 他还是属于那种 我行我素比较多一点 他好像不是很能接收到 你给到他的规则的这个信息的 你跟他说完之后 他其实因和果的连接 我觉得他是有点断层的 我觉得不应该 为什么不应该 因为我喜欢花 我也喜欢花 男子汉有一句话叫敢做敢当 如果是老师的话 老师就愿意摘下来一朵花 那么做操 刚刚自己觉得做得好吗 你是吗 我做得好 我不摘 我不要摘 好 那这样我带着你们再做一遍 如果你们能做下来 就花就留下来 做不下来我们就摘花 可以吗 可以 好 站起来 来吧 来 准备 跟着我 坐起来 脚蹲下来 跟着我 我觉得规则就像一个橡皮尖 如果他没有弹性这个规则 我不觉得他对成长有用 我觉得我们都是在 不停地犯错当中 被原谅而成长 我自己会给我的学生 会再做一次的机会 我们是在建立规则 意识 没有去执行规则的落地 所以还挺好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觉得很痛苦 可是 这次规则有时就是痛苦的 原则上呢 这两朵花呢 是要摘下来的 但是 用我说 我都好 可以 你们是不是补做好的 先回答我这件事情 是不是补做好的 是 好 别的课程 如果你们还是要补的话 我就收了 就不给你们补的机会了 听懂了吗 好不好 如果下一次你没有做 我可不可以收掉 可以吗 说话算数哦 好 就已经制定的规则 李腾露老师第一次打破了 你看现在又 王涛教官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其实 这两个孩子 能够有这样的行为 保护他们的这个小红花 其实他们说明是在意的 那这时候 他们的小红花被摘掉了 对他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王涛老师这样的行为 在您看来 是违背了我们培养孩子 规则意识的 这样一种教育的方式 我是希望我们能够 四些都已经规定好 因为这就是规则 对吧 只要是讲清楚的 不可能就是朝临夕改 但是他也考虑到孩子 对于这样一个 小红花的珍惜 所以到最后 你的规则有什么用呢 你的要求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是王涛老师 我也会采用这种方式 他们那么小 成年人都会犯错 更不用说孩子了 我觉得他做得很棒 给他们一次警告 并且解释清楚 我认为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是会选择 先摘他的小红花 本身这个规则 就是很模糊的 他们如果再去破坏的话 孩子其实也会觉得无所谓 所以说给孩子 也会造成一些误区 王老师辛苦了 我们的教官辛苦了 今天孩子们做潮的时候 有两个小朋友 其实做得不够好 你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当时是怎么想的 因为他们还小 也许他们并不知道 到底什么是一次性成功 但是对于规则课 因为他和我们 给不给孩子机会 不是一件事情 有些东西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当然我们一旦宣布了 这个规则的时候 规则就不是儿戏了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家长 我心里还是有 百分之五十亿的家长 百分之四十九的 实习教官 因此我们会给孩子 很多不同的规则 有的是相对软性的 有的是相对硬性的 但是我们的情感和理性之间 必须要有一种平衡 你今天就是做得不对 我能接纳你的情绪 不等于说 我可以让你破坏规则 可能在对他们的时候 我实在是有点心软 但是我觉得这个建议 我会在下一次的活动中 我会采纳 尤其是威女 她非常是没有规则意识的 一个小朋友 我会重点去把这件事 落实下来 接下来我讲一件 特别重要的事情 做模拟农场 老师会给你们这些东西 你们可以自己想各种方式 把你们的农场装饰起来 完成的时间是多少时间 看一下 三十分钟 我们各自都坐在桌子上 只能做自己那一组的模拟农场 一旦离开桌子 去了玩具区 甜品区 你就会失去小红花 今天失去小红花最少的人 老师会给个奖励 我们再确定一下 谁跟谁一组 玲玲跟谁一组 谁跟桃子一组 雷雷你跟谁一组 我俩 我不想跟你 你跟谁一组 为什么 你不乖 乖 不乖 你不能倒了 这一组给你们俩 那么我们现在计时开始 老师 这是要带回家的吗 你做得好 我们可以跟边边营长商量 是不是可以带回家 好不好 我要做蓝莓 一位 让他一组 请 看着时间 大家一定要看着时间 인� scooter придlli 哎呀 爸爸糖 我很贴 请注意不要离开自己的座位 离开自己的座位 就会取消你的小红花 取消你的小红花 糖 可是有糖 我不能吃糖 我儿实在是太爱吃糖了 根本抵御不了糖的诱惑 你看我的樱桃 我闻它 快回来 来 来 拿着我的东西 来 给你一个 你看啊 我正要走一点 肚东啊 坐下来吧 我不想看你 为什么 你不乖 乖 不乖 我觉得为你表现得不好 我下次不想跟为你一坐了 别给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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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我把你弄好 打啊 他刚才倒了 我想把它弄好一点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好 这样昨天直接上手了 今天就只是表示出急了两下 对吧 这就是进步嘛 你看 他至少学会商量了 因为他理解到那个崽子的意思了 崽子跟他说 我帮你 服好了 他知道了 他会觉得你是善意了 你会帮我 我当时觉得是威尼你是不是又要抱我了 你给拆了 但是他很平和地说 哦 是这样 他滑过去了 那一瞬间我是觉得 哎呀 他会去思考是 别人在帮助他 他没有再去发生一些别的这些事情 其实崽子从昨天就已经找到跟他相处的方式了 不跟他直面地去进行冲击 我不跟你争 我不跟你起冲突 即使威尼她是自己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但是是他们两组的任务 他还是会去完成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你看他跟崽子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其实也慢慢开始融入到这个集体里面去了 我觉得这个孩子们会越来越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到时间了 今天你们做这个模拟农场 都做得很好 鼓励自己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出去休息一下了 为你留下 其他的同学都可以出去喝水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我留下 对你要留下 其他人都去吧 出去喝水吧 你们都去吧 那怎么我留下 来吧 接受城华吧 我的菜是最多了 老师 老师为什么把你留下 老师说不能离开那个桌子你离开了吗 有没有 不能跟任何小朋友打架 他讲我的东西 不要去拿食品去的吃的 你什么 不 赶做赶当啊 你imbap 可 你在晚上 你跟我上 我 真的 敢做敢当 老师要我敢做敢当 这两朵 这一朵 那都是我只剩两朵 你还剩两朵 那你就要想办法保住他们了 好吗 对于三到六岁的孩子来说 这样一种集体的生活 是从家里到学校的一个过渡 为什么赶快有一个规则课 其实是让孩子们能够 快速地适应这个环境 能够把这个团队 有序地建立起来 然后在归属感和规则两者 共同作用下 既是一个有序的 同时又是一个温暖的集体 记住你只有两朵小文化了 只有两朵了 到我都没了就不是这里的人了 对 待会儿见啊 好了 种菜去了 种胡萝卜 走 去玩水 玩水 去采泥 走起来 我迷你啊 走那条路 过来 风格大变那两边 你冷静得有点过分吧 小师兄 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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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邱丽勇 来自那个四川成都 我觉得冉冉挺好 没有什么我特别讨厌的一些习惯啥的 这个可能跟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但我觉得天然的成分更大一些 我不太喜欢就是强迫他 除了他危险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时候 我都会去支持他 所以他高兴 女生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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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保护大家 我也要保护大家 你能吗 谁他高兴 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 开心农场在这边 快一点 这边 这边 这里像菜园 好 同学们 你们来到了这个 看我成长的农场 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农场要种菜 要换一个洞子 然后大家把手的换进去 然后慢慢的再加点水 慢慢睡觉冷战了 好 这样吧 唐唐跟张叉一组 好不好 因为张叉确实太小了 对吧 可看唐唐能不能代代他 第二组 仔仔跟威妮一组 昨天 仔仔和威妮 打起来了 对吧 我也是有意为之 今天把他们俩分这一组 看看他们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化 第三组是 玲玲跟桃桃 桃子一组 好不好 玲玲跟桃子一组 我是第一个 看看小唐的开朗的性格 带着玲玲 会不会有所变化 第四组是 菲菲跟蕾蕾一组 第五组 然然安 明白了吗 大家听我说一下 如果在种菜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在你应该在的区域种菜 你将失去一朵小红花 在种菜的环节当中 一共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在四十分钟之内 没有种完蔬菜 你们也要失去一朵小红花 明白了吗 没有种完 也要失去一朵小红花 今天这个劳动 其实有多方面的 对吧 一个是劳动 另一方面是跟大自然的一个链接 同时我们今天就讲规则 对吧 你有领地了 但是别人也有领地 你会不会去侵犯别人的 这种规则意识 然后还有尽快合作的 直接的意识 所以我们看看孩子们 接下来会怎么表现 就差了 笑语吧 爸 哎呀 你看我一天的土 过来 过来 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 泥土雨吗 你快帮姐姐挖坑吧 姐姐 这是我的 我种的生菜 别动了 这是我种的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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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当谁不会种菜的时候 就可以去第一个区域 看一下李老师怎么种菜的 好吗 这儿你看李老师 你看李老师 你看李老师多认识 哎 他是种过地的 至少在这儿这个厨地 这干的还行 我先种两颗鞋子吧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老师 我想搬那边的 我要去那边 我要去那边 来 快来 来 您的哪里 我要 我来 好像又是我女儿 哭了 你女儿 又整的了 我来 朗朗 快过来 老朗 我来 我来 那你想在这儿种菜 是不是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俩商量一下 先不哭 先不听我 不听 好好好 不哭 听我说 听我说 不哭了 好了不哭了 好了不哭了 我们俩商量一下 好不好 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 是有规则的 我们要遵守它 那你说 我就不想在这 我在这种 那可以 你不遵守规则 就付出一个小小的代价 就是取掉一朵小红花 你就在这种菜 可以吗 可以吗 我跟你说 你去喝点水吧 好了好了好了 不哭了 阮然其实 她也是要想 引起更多的关注 也想借助她的 这种孩子的一些方法 来达到她自己的要求 爸爸 阮然 好不用说 不用说 不哭了 好了不哭了 因为她妈妈 可能要惯失她一些 基本上都是她妈妈抱她 说说她就喜欢 找人抱这些 好 不哭 没事 你休息一会儿 陪老师 做稻草人怎么样 好吗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做稻草人 可以吗 好不好 好 还可以休息了 休息一会儿 来 我给你放在这儿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 李老师给你特批了 让你休息 好吗 咱不干活了 你会上歌谣吗 你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吗 不会 那你会唱什么 我教你唱 是少先队之歌了 好吧 我对这种柔弱的小女孩 哭起来 是没有太强的抵抗能力的 结果就是因为心软 我和李承如老师 都被她骗过去了 我也没有摘小红花 李老师还在陪她唱歌呢 我认为然然是用哭来 转移大人的注意力 来逃避折华 得到她自己的目的 这也是日常生活中 很多家长会遇到的 每个孩子都是心理学家 孩子刚开始哭或闹 可能是无意识的 但只要家长心疼了心软了 时间一长 孩子就养成了这种用哭或闹 来达到目的的手段 甚至会成为一种习惯 我们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 冷静一下 但是对孩子正确的要求 或者规则 不能轻易让步和改变 这样才能帮助孩子 更好的成长 没想到维尼和宅宅能够非常好的合作 来共同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的维尼已经有改变了 而且这里面我觉得维尼有一些 感受到规则的威力了 无论是从刚一开始 因为他跳操跳不好 要被拿下一朵小红花 允许他们给他一次机会 以后保留了小红花 后来包括到我们的青青农场 他可能慢慢意识到 不遵守规则带来的后果 所以他现在在这里面 可能发现需要来更好的合作 来遵守规则 来完成这件事情 才能实现自己后续的自由 威尼 威尼 等等我 我也要去浇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玩一浇 对你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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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来接水的 我也来 那水要放满了 可就很沉很沉啊 打水不是个容易事 真的 呦 你接那么多水呢 呦 桃子你太棒了 桃桃 我就是打水 那你就是专检中担挑在肩咯 我又继续提了 好沉啊 去给美老师送水吧 呦 你可以歇会儿 好沉啊 当然沉了 我是灌满的 哎呦 我灌满了 好沉啊 你怎么那么实在啊 当时真的好累啊 李老师就这么看着 也不帮忙啊 李老师看一看 好不错 嗯嗯嗯 增多 很多时候 父母看到孩子 在完成相关的一些 任务的时候 他忍不住总想着要插手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家长的教育观念的一个磨练 是最上市 嗯 而且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 沉璐老师非常频繁地使用了 夸奖 赞扬的这样一种方式 你又打回来了 哎呦喂 你那么能干呢 还能坚持吗 能 自己的事情必须得自己干 嘿 老师 我来了 呦 这真棒 你看 第二头啊 桃子你太棒了 桃桃 这必须得自己教吧 来 我提着进去 你来教 每一颗教就教一勺啊 哎呦喂 好 太棒了 这颗可活了 就教下一颗 有一句话叫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嗯 其实孩子是行的 是可以的 我原有判断 这个事情我的孩子是可以做到的 那这时候 对孩子的精力作用是特别强大的 都能够有助于孩子建立其中 坚持下去把任务完成的这样的信心和能力 对 彻尤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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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多了 他不会一桶 不会回来变半桶了 他就表现让我就是如释重负 儿子长点心了 稳定住你的情绪 多爱爱大家 让大家也多爱爱你 快点 我才掉了一点 太棒了 再掉下一颗 他们真棒 感觉我们这块地收成油 还差一颗 太棒了 行喽 今晚肯定胳膊疼腿疼 我觉得今天晚上又能早睡了吧 小妈妈 小妈妈 还有小妈妈 小妈妈 走吧 小树绳 小妈妈 小妈妈 有人哭了 抱的是谁啊 是你女儿啊 应该是 怎么哭那么厉害呢 是不是 我让你哭了 不是 我呀妈妈 我要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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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 妈妈妈 还是哭了 妈妈妈妈妈妈 是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关键是 他一直哭都没停是吗 应该是 一直都没停 在这个营里面 家长可以有三次的机会提要求 但是这个要求会不会被采纳 那是由我和王他教官共同决定 三次的机会提要求 在这个营里面 家长可以有三次的机会提要求 但是这个要求会不会被采纳 那是由我和王他教官共同决定 三次的机会提要求 大跑得好快 这个爸爸这么累一脸 结果确实心急如焚 其实可能已经憋了很久 心里特别沉 我能不能问一下 这个到底要拍多久 他拍摄的周期怎么样 他要在这住多久 那您主要担心的这个是怕他伤心 还是您觉得心疼 有一点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反正我觉得 因为他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 就说 我现在都显露了 我累 谢谢 爸爸也在看着你 好不好 你会说话吗 我不会说话 因为我说话你听不见 但是你说话我能听得见 是啊 其实爸爸一直都在的 好了 这是就爸爸爸爸 这是男男爸爸 男男爸爸先出来的 我觉得就是缓解孩子的分离焦虑 其实父母的介入和安慰 其实也是必要的 但是他们行事权利 是要争得我们的同意的 这个就是说是他们的心有多急 但是如果争得我同意的话 个人来说我是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他们适应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他今天就是刚好接到了爸爸 再会延长他的适应过程 对啊 所以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不仅是对孩子的考验 也是对家长的考验 对啊 是的 是对家长的一个考验 等一下我们就去找妈妈 好不好 我想在这里睡觉觉 你想在这儿睡觉觉 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玩 你想玩 好了好了 哭了 我抱着他那一刻 我知道他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惨 我也不知道是他饿了 还是说他确实想睡觉 或者是想休息 他真的是超级年人 那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他们玩好不好 会不会是晚上好 晚上好 周主厨 这是我为孩子们准备的晚餐 根据我们的营养搭配制作的营养餐 这是非常好的 就我们在日常给孩子搭配的食物中主食 我们要注意粗细搭配 因为粗粮中它富含膳食纤维 然后包括维生素 会更加地有营养一些 肉类的话是为了牛肉丸子 因为每天要保证他们一个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 我们要给他补充 包括像牛肉 鱼肉 鸡肉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那其实我觉得下一次我们给孩子的这种营养餐里面 可以增加一些豆制品的摄入 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 我看到今天的咱们菜的做法 其实很多都是用清蒸的方法来去做的 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段 他们的肠胃发育的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要减少一些辛辣刺激的摄入 其实咱们今天的水果也是非常丰富的 颜色很鲜艳 在这个年龄段 其实很多孩子都会有偏食挑食的习惯 那这可能会造成营养摄入的不均衡 爸爸妈妈们可以通过摆盘 颜色 造型等 来刺激孩子的食欲 让孩子多去吃一些对身体有益的食物 只有做到均衡的饮食 才能更好地满足孩子们的发育需求 希望今晚孩子们用餐愉快 所有同学们听我说一下 你们今天功课做得特别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吃一顿自助餐 自己吃还要自己拿菜 第二呢 今天晚饭的时间只有20分钟 没有零食 20分钟以后老师来接你们 好 快来拿菜吧 盖好自己的盘 盖好盘子 去拿菜 来 想吃什么就拿什么 去吧 好 来 你们想要什么自己弄啊 自己弄啊 我可以有点稀 我要这个 小包子放到这儿 老师 我要一个小包子 这个要自己弄好不好 来 好的 对 对 对 好 张张 你吃得怎么这么棒啊 味道怎么样 外套好平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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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吃饱了 嗯 可以了吧 你看看 哇 绝对饱了 这小肚子 维尼 维尼 那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 不出 维尼 这是怎么回事 我打包的 打包回去 太多了 晚上饿也不可能吃那么多 打包给谁啊 打包给我谁吃饿我就给他 儿子 你今天太帅了 所以每个孩子其实都有自身的闪光点 你说 威尼 你就别指望了 嗯 已经看出来家里是比较惯张的 每个孩子其实都有自身的闪光点 哇 一家时间马上好了 一家时间马上好了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六 作为一个营地嘛 他应该要正常地去运作 他肯定要给孩子规定一个时间 但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 时间确实是很抽象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定时器啊 计时器啊 这样子把一些抽象的时间 变成一个可视的东西 我们就是要让孩子认识到 我们制定的一些要求就是要完成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规则课 对孩子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要走进这个房子叫奖励屋 里面真的有礼物吗 当然 当你手上的小文化一直都还有的时候 你就获得了奖励屋的资格 对 我还有 看我也有 我真的有 好 听我说 我啥也没有 对 听我说 为什么有的同学少一些 有的同学多一些 因为没有遵守什么规则的同学 他的小文化就什么失去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奖励屋是这样的 有五朵小文化的同学可以先进去 有四朵小文化的同学扣进去 小文化的数量越少的同学最晚进去 现在有五朵的请举手 我觉得规则就是大家认可的一个相同的认知 今天一天可能他们都不一定有特别明确的意识 但是我们在奖励屋的那一刻 他们就有意识了我们是有差别待遇的 我成为一个守规则的孩子 我可以先进去拿礼物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他们可能突然意识到规则很重要 老师都没有 老师都没有我写过了 张张选要礼物了 快点快点 好 赶紧了 你还要你两朵小文化 赶紧进去选礼物 快 快 老师都没有我写过了 去找找 不一定 马上我们就可以过去了 好不好 这个就是规则感的激励啊 就是你看孩子们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 规则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但是这堂规则课上 维女和冉然的成长收获却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这堂课对于维女来说会记忆深刻 因而得帮助维女认识到 规则的重要性是有效的 而冉然却因为大人们没能及时理解她 苦闹背后的原因 对规则密切一味地让步 因而这堂课 冉然是所有小朋友中收获最少的 规则感是孩子社会化的第一步嘛 所以规则感的培养 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营地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课程 我希望这个课程为孩子以后的人生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他对他的一生都是有益的 不要想看我 不要想看我 王涛老师真的能打12分 他真的非常有耐心 一个人面对11个孩子 不容易啊 太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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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萌萌达的萌萌老师 萌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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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周 我 小周 我是小周 我们还有10个新朋友 谁 我们要跟老师们演出两首歌曲 完成这个任务只有36个小时 来 小宝贝们 来 听话 听话 坐好了 我觉得灯台表演这件事情 是严肃的神圣的 快点 集合 快过来了 今天真的把当成一个演出 我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这就是管不住了 这个晚会啊 这算是乱 火腔 老婆 你为什么要用那个程度去穿 我想跟同学她谈一下 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 养成一个新的习惯都很不容易 比如说自己穿衣服 那我们就需要每天早上 提前半小时起床 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这也避免了我们催促孩子 或者是帮孩子把衣服穿了 这样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制定的规则 自己又打破了 如果孩子经常现在看到我们打破规则 就会给孩子一个错误的认知 规则是可以打破的 那我们以后在制定其他规则的时候 会非常的困难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新浪微博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摆脱好看视频一点资讯 天一视讯 WiFi玩的钥匙追星族 中华万年力想见你 新米丽艾特豆 ForFace至于成果娱乐 西半球 泰日报小鱼 东方网票牛 米来妈妈妈妈妈网孕育 速率充电宝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